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天一最后一盘棋他是后手没有取胜 跟河南队打平 所以这样被应对的蒋川才以个人独占授手术网的守卫 对 有相当长的一段他们两个比分都是一样的 对 是并列子在第一位 好 我们来看看蒋川对徐超两位选手的对局 徐超是2017年的信科状元 这两年应该说棋力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 因为得了冠军以后 他可能对自我的这种感受 还有参加比赛的机会等等 就是各方面可能都打开了自己的一些事业 是 应该说徐超这棋本身也是下得比较奔放的 他属于这种比较好杀的棋 对 当然现在的这个比赛角度呢 需要能攻杀手 这个攻守要越来越平衡 洪方呢 蒋川呢最早也是一个就是杀棋比较凶的选手 对 后来呢 就是经常做生炮局 对 后来呢就是在我们北京队的这个共同努力下呢 后来我也给他提出 我说你现在必须要攻守兼顾 对 特别是作为一个 现在的这个超越度的高手 必须 你要十八万五亿 要样样精通 所以你看蒋川后来也是专门来学习走飞巷 所以他走飞巷呢 也是最近三四点的事情 原来几乎一盘棋没有走过 基本上都是中炮局 然后红方拱骑兵 黑方马八进七 跳马 红炮二平四 黑 鞠九平八 这等于红方不成了一个先手反骨马的阵型 这个旗呢就说的红方这个走飞巷炮啊 就是为了把这个阵线呢拉长 对 其实以往不都可以直接马二进三就跳出来 这个旗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旗呢由于啊 以往呢下的比较多 对 双方都很熟悉 所以红方要想再取得比较多的这个先手的话呢 不容易 那么这个变化呢相对来讲呢 还是要少一点 对 所以说这样的双方的空间呢也都比较大 以往呢走这个旗黑方走足迹也比较多 直接 红方上马以后 黑方又跳边马的又跳正马的 嗯 双方是一个阵级战啊 这盘旗呢 就是徐超呢 他的习惯呢还是走鞠八平四 对 直接掌鞠 这招旗也是可以 红方鞠一平二 对 他鞠八平六 嗯 红方才不会手势 黑方呢 意思就是说我 巡回区长起来以后呢 对你这个视角炮呢 形成一个牵制 对 抓住这个机会 我赶快走足三级 把这个足子对掉 这儿把右马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呢 就拓展出来了 对 这个是黑方的布局的主要一个思路 应该说呢 也初步完成了这个计划 下面呢 就是双方在盐河县呢 就斩夺 争夺 然后黑方正好马上进三条上来 嗯 红方也只能跳马 嗯 满八进七 这个地方就是 看谁先拱谁 对 双方呢 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啊 嗯 都不愿拱掉对方 对 因为拱掉对方呢 就是让对方的子力呢 舒展 但是现在黑方呢 碰到一个难题 你若不拱 他进马蹬你是个先手 这局不好定位啊 对 嗯 所以黑方呢 就是接受这个队兵 对 他就先交代了 这样呢 从这个局部上来看呢 嗯 红方便宜了 哦 这样子 对 红方稍微便宜 这一点点 他马上进四在跳 对 就这一点 目前你是封着的 因为你跳 暂时也没用 你又可以拉 又可以打 嗯 这个对点呢 肯定是暂时没用 但是这个脚未来呢 还是对黑方呢 有一定的隐患 嗯 黑方接下来 上完以后 他先走 泡八瓶酒 红的 分个鞭炮 对 他是先走的兵 他是先兵三兵 先滚三兵 对方补三项 对 相近 然后再泡八瓶酒 针对这个补项呢 他再泡八瓶酒 泡八瓶酒的好处呢 就是将来 你如果对居 我将来这左落居 还是出来 总是瞄着黑方 一路边左 对 左落居出来以后呢 这个将来泡九金四 有可能多兵 那黑方是走泡二瓶三 嗯 泡二瓶三呢 就是想 必要的时候呢 我来去换脚这个马 然后红方呢 也出狙 黑方狙击 狙击 这儿呢 应该说黑方的阵型呢 这个 大子呢 也都活跃了 对 这个棋 但是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黑方 一路线 这个边边的手签 那还是 可能还是很强 还有这个像 这像有什么问题 这个 肯定是向其境 更安全一点 这种 这方面的像 对 但它这方面的像 不以后也多了 炮三推二 炮三推一 炮三推二 现在来看是多 但是你炮三推二 毕竟走上呢 就说在这个期 作用也不大是吧 炮四平三打 它也去能躲开 对 它也是一个利弊参半 因为那个炮在底线呀 对 没有其他的这个 子力的配合呀 嗯 就容易呢 这个 效率比较低 对 那红方这个时候 他走了一个 冰酒精一 他先那个 调住 对 他走一个冰酒精一 他就想将来这个 边线上呢 这个边冰组 是有机会吃掉 黑方不理 走出气 对 再对边 红方呢 这个接下来的思路呢 其实也可以继续 冰酒精一 既然你拱了边冰呢 就再拱吧 他可能怕它炮三平一 对 你如果拱 它就炮三平一 跟你换 好像你这冰过去 也作用不大吧 嗯 那也是有一点用啊 是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突发奇想 看他这个阵型 他不好动 他下了一个底居 对 这个构思还是挺有意思的 前面车道奇呢 我当时呢 确实也比较出入意料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暂时既然不好去攻你呢 我就先下个底居 让你这个底线呢 有一些隐患 你至少你这个底线呢 将来呢 总是有些担心 嗯 因为你这一路居 现在不能乱动 乱动这边冰是丢 嗯 但是你现在一不是的话 你这个一路居 又是调动不过来 嗯 那黑方呢 又把这个组接受了 你看这个旗啊 双方啊 对 这个四兵见面 这个结果啊 就是黑方呢 都是主动去 交换这个三七组 是 但是这个居呢 还是处在这个险地 就是这儿有一灯 这儿有一 一个闪 对 黑方 当然现在他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为了赶快腾挪 他走炮三退一 对 他是走炮三退一 嗯 正好说这个局面 总觉得 就双方感觉都没齐啊 这个就是一个对峙的局面 对 就按您说的是 红方的位置 空间可能更好一点 嗯 这个局面呢 肯定是红方 占一点小优 所以这期就很精细 是 嗯 因为现在的这个 向其这些职业选手啊 这个水平啊 就越来越接近 对 特别是呢 这个布局呢 不容易拉开距离了 原来呢 啊 在一个一二十年 或者说更早的时候了 嗯 这个布局呢 它的差距比较大 你可能十几回合 你就 高手一跟你过招啊 你就 接不住这个招了 你就吃亏了 对 那么现在呢 有了这个电脑 这种科技的注入以后呢 你在布局上 想直接打倒对方 嗯 这个就比较难了 对 所以说现在的 向其这个竞赛啊 竞技这种改革呢 也是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大家在布局方面 都是很精心准备 对 所以说呢 更多的是中残局的教练 现在的向甲呢 嗯 以向甲为首的这个赛制改革呢 还是向快去发展 是 向快呢 肯定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对于艺术的严谨性 肯定受破坏 对 肯定棋越下的越慢 嗯 这个漏招就越少 肯定这个棋呢 可能就更值得去回味 去拆解 不快的话 快棋观赏性 精彩度会增加 但是快棋呢 就是说的 更加体验这个棋手的 这个综合的素质 是 这个包括你这个竞技的能力 水准 对 但是快棋跟慢棋的打法呢 真的完全不一样 还有正如你们在联赛 这个排兵布阵上 是不是对教练员 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压力 嗯 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呢 是有一定点难度 对 就是教练员得综合这个 对 教练员呢 首先你对你自己的选手 要有了解 谁适合于冲击 谁是先锋 谁是坐镇的 对 谁去防御去 这不止 有的时候呢 就选得合适 有的时候可能就失策了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上海队 是 跟广东队 这个最后这个决赛 对 你派他先手是顶住下 还是去努力拼搏 第一盘棋上海队先输一个 第二盘棋 上海队派出孙永珍 孙永珍对许荫川 结果就下了一个合棋 很快就合了 没有办法 这个合呢 就很 我就认为是一个失策 你合了棋以后 你后边拼的机会 总是越来越少 对 你先手再不拼 那你要去后手顶吗 结果后手 对 这个让赵伟上来 三发没有顶住 结果三半级就结束了 是 让人对方抢到五分了 因为这个决赛嘛 就是抢五支 抢到五分就算胜 所以说这个对教练的考验呢 也是非常的难 对 所以说现场呢 确实也有一定压力 特别是到了淘汰赛 常规赛还好一点 嗯 骑手的综合的实力 也很重要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有马七七六灯 是 灯的话 这是如果打掉 打掉就吃掉 嗯 他抛他名字打一下 红方在 G6 平七还是平三呢 平三 平三吧 嗯 平三他再抛自己 抛自己 他有可能抛九平六 还是红的好 对 还有交换的棋 嗯 马七六那 他还有 他还有96平八啊 对 把G平开 嗯 这个就保留这个阵型的功着 对 随时我有这个 平泡打G的棋 他可能也顾及 这个黑方这种走法 对 当然这个棋肯定 还是红的略好 他这还可以 进泡打一下 对啊 打一下 他泡三退一 他再泡退回去 嗯 还有G8退四 拉住也行 嗯 拉住你 你泡的平一打G 我G端平二 对 也是红的略好 反正这个棋 棋怎么下 都是红的 稍好 但是哪一度变化 能对黑方呢 一个是棋的威胁更大 再一个对他的心理的压力更大 对 这个就是值得去 只能是时代来检验 是 就是红方这走法都可以 嗯 那红方实践走 马三进二 对 准备G3进三去 啊 有这么一闪击 嗯 然后黑方G6级 B队 然后红方G3平四 对调 黑方马三进六 马四进六 嗯 红方在马 前进六跳 对 黑方在马六进八 这个徐超啊 走得也很积极 是 就是说看到有队居 拍马过河 直奔卧槽 嗯 就是说徐超对这个战术 这个敏锐程度呢 还是不错 对 他这几步都 真的是挺积极 这儿对红方呢 这个后方呢 还是有相当的压力 红方也只好 先打破他 对 然后黑方接下来走一个炮 三平八 对炮三平八 他是不是想着随时可以马八戒六将这个换子 如果必要的话 嗯 当然可以马八戒六 但是他主要是先过来牵制住红方子力 是 这个旗呢 从这开始呢 就是进入了非常细致的啊 终局的这个战斗 对 到底双方这个旗怎么发展呢 那么就是稍后呢 我们会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各位秀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接着来欣赏 徐超啊 直后手对蒋川的这盘对局 黑方下目 上目旗呢 是走的平炮啊 对红方呢 也是构成了 比较多的威胁 红方这个时候 八路局就没用啊 对 再到底线呢 他就居八退二 来骚扰对方的这种 居八退三 居八退二也可以 嗯 这个同龄有异 他可能也得炮时间 嗯 他走的居八退三的准备 直接来吃猪族 对 因为你现在居平都不行 我等你 你居住这件 我正好有麻雀退期 对 所以这个中族 黑方不能丢 他得炮八戒二 把这居赶走 对 然后红方再居八进一 居八进一 又捉炮 他在炮四戒 黑方走得也很激 他不会随手 他说不是啊 不是这一路居 就被封锁 他走的炮四戒 一路居 暂时出不来 对 就是一路居 不能一趟过这边了 对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走马二进三 红方的策略呢 就是想 将来必要的时候 就马三进五了 实际成熟 就一马踏双向了 对 也是个交换 黑方这个炮呢 也只好打掉 红方再炮 就平二打过来 这儿呢 就形成了 双马炮 对双马炮 当然双方各有一个居 对 问题的关键 现在如果黑方呢 走普通的招的话 红方这个马三进五 马六进四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他如果居一平七这样的 好像位置也太苦了 居一平七 就是单纯防守 你马三进五 一马换双向 居一平七也未尝不可 对 就是 也是一种选择 那红方可能会马六进四 对 马六进四 他在补一手棋 对 这个压力好像这个有点怪 那实战的走法 黑方居平七呢 也确实呢 也是一种选择 好像就暂时性的这个苦手吧 但他实战的走法 还真是挺积极的 徐超呢 看到这个棋啊 这个有这么一个战术机会呢 对 他就直接呢 来这个 做一个先轻后取 对 这个走法 我觉得真的挺精妙 那你只能炮就算吃炮 但这个棋呢 就说什么呢 黑方呢 如果后边走得比较 准确的话 对 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呢 黑方呢 是可以 达成了 接近军事的一个局面 对 但是这个临场啊 主要是时间紧 是 他容易呢 犯一些错误 就是每方二十分钟 自由用时 每步骑是加五秒 所以说现在到终局阶段 肯定是时间就很紧张 就说平炮来陷炮呢 说明这个徐超啊 这个战术意识很强 对 就这个旗感呢 还是不错的 是 但是可惜呢 就是终局这个细节的地方呢 欠了这么一点火炮 对 黑方区域平六 江 赵江 只能炮二平四 黑方区域六 尖二 还只能推马 这个只能马三尾二 双马去保炮 黑方在区域平八 又是捉 他还要马二十三回来 对 这个马没有其他路 因为你马二十四肯定不行 换了这个马七尖六 还等着炮 他只能马二十三 这个马先走到这再说 然后黑方区域八尖四 继续捉 对 这样你这把适者给吃回来 这个棋啊有这么一个很精细的地方 实战准备黑方这个进局捉是对的 对 如果一僵再去捉 这个棋红方就会平炮了 然后你吃马 吃 那去拔平七 对 这儿红方强攻的 因为黑方这个姜啊 让红方上帅了 他将来退局就不是先手了 他将 比如说捕手势 下底炮 下底炮 在十五斤四 对 防守 红方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 黑方退局 退局他不是先手了 那姜两军马七进九 直接 直接马七进九 他去拔平二 然后姜两军 他拔八平九 对 那也很厉害 或者直接姜两军马七进八 这么姜两军马拔到这 这也很厉害 对 因为你 这儿还不行 这儿他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还是杀 马七进八可以十五斤四 那在 姜我就进去了 你没有后续手段 你来不及阻 就是说这儿红方呢 感觉还是红方军马炮厉害 对 你这个黑方 你后面没有后续手段 对 这个棋就是说 简单的说吧 黑方这个先姜 给红方多上这招帅呢 反而坏处是多 对 如果是在下边的话 他退居是个先手 在下边的话 红方也能走到这儿 对 他退居是先手 你就得知识了 黑方这个居就可以站到这儿了 对 但是说你可以居姜两军 那你居姜两军呢 也没用 他可以搁在这儿 这个拉住你 这个棋就合了 早晚要对 对 所以说 队子的话不太好应用 这个残局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他先捉的是对的 先捉马是对的 红方三落马 对 他先捉马呢 让红方啊 这个不好选择 他这时候在平的 就跟刚刚说的 对 他退居是先手 所以红方没有 抛四平八的机会 对 黑方就是将来 局局退三 是一个先手 所以他实战组 一个抛四平三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红方呢 看到啊 这个马已经被捉死了 对 这马也不能再逃 这个 这个大家很明确吧 你再逃 他就 简单的这么一吃 对 就把腿耳朵 就把你这个马 捉住了 那这个红方还麻烦了 是 红方还 不知道他怎么硬了 你还得再回来 那 人家先手吃个马 这肯定 红方 就不上算了 他得先把这炮躲开 他先想偷吃中相 就把这个相眼卡住 对 下部是硬吃中相 是 黑方这时候可能 徐超这个时候呢 是时间呢 偏紧了 对 他选择了 您说的 就走得不太精细 对 这个地方啊 黑方呢 当然他直接退局不行 退局 那这个红方 这个炮退回去了 退回来 你的马就吃不到了 这个局必须得 放在这 别动 然后他走一招知识 对 十六镜 那这时候如果吃相的话 对 吃相他再退 他有两变化 吃相或者马三一针四 我们看看 进马 进马 黑方也有好奇啊 黑方这个时候呢 可以空走一步 对 他 居八退四 对 空走居八退四 这种嘴巴朋友说 这个棋啊 就是说这个 我们这个中国 这个传统文化呀 是 这个艺术性呢 就是经常是出现的 就是内力 其中呢 就是以静之动 好 对 这个 这个如果具体到盘面 可以叫做停居问路 我居停一下 对 顿一下 我不直接攻你 对 我要是捉炮反而没用 捉炮在这个炮四退下回来 那捉不着了 对 帮倒忙了 我这这顿一步 捉炮捉马 都捉不到点上 对 但是呢 我退居呢 守到最好的位置 这个就是 中国这种中庸之道 我也不急功 我也不去 懦弱地防守 吃八瓶又 捉霜不太好 下步我去 八瓶六 对 就是这个 挡不住 去八瓶六了 炮四瓶三 他也去八瓶六 能把嘴吃回来 你要马四进六的话 他反而有危险 马七六 他底下僵了 那你这个脱离 直手了 对 下步黑风马七 你上架马七进八 那就是 我不吃你的嘴了 我要来杀你 你这么跳 他对方 马七对九 对 这马七进就有起 但是马七退就更厉害 这是杀棋 这让你这个 这真不好解 因为你知识 这个典型的杀枣 对 这个叫创密局 这个好像 红方没有必要 对 你还得马退第二 这么僵 上三楼 那很危险 那么黑方最简单的僵 这个棋 红方也非常正不上算 这棋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摆了 就是说红方这个棋 肯定是不行 这么走的话 它这个 居马冷招很厉害 对 所以这个地方 红方上马不行 那只有一个 居八瓶 吃相有一个变化 吃相 它退去猪炮 正好 对 它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这炮躲不开 它只能 它只能上架 只能防御 对 那吃一僵 红方在知识 知识 这儿黑方 居坎 室 对 这儿残局 肯定是红方 略好一点点 对 一个少室 一个少像 但是黑方的一路族 可能要丢 但是红方 另外两个兵 都很难吃到 对 那就是很精细的 一个残局 对 黑方就是差一点 有限 这个棋 基本上是一个和棋 或者它先出个老将也行 出老将再坎你 出老将再坎你 就更精细 让你这个视野回不来 这样 就是说砍了也没毛病 对 也没有大事 但是出帅可能更好 所以这个棋 如果这么简化下去 和棋的希望比较大 所以这地很关键 这个不是这一部棋 那实战先举巴平棋吃 那这不太一样 就等于白丢个箱 这个棋 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句 就是有的选手 是不是觉得还有这个 那不 试之下来 对 这个它吃 这棋红的也没有便宜 因为这个棋 黑方这个子力比较快 你炮的平等打 你也没有用 它可以随便往上跳 对 你打了 居一退一 捉回来 这个也是红方 很难取得这个绝对优势 那可能它就得先灯这个了 灯了它吃掉 吃掉 那在吃相吗 在吃相 它可以把居退回去 你这个炮是不是要变成交换 进降 然后它平局捉炮 我退居 你进降 我还可以出降 你这个炮被粘死了 对 你居躲开 你这炮丢 炮走开 居丢 对 等于说你现在吃相 可能是假招 对 它随时还有这个出帅 偷使你炮 所以说就这种棋 红方由于这个位置 走得太惊险 对 也是难能奏效 所以看来黑方 这个先进后取的招法 还是挺精彩 时代当中的 它先吃了 可惜它这个漏算了 这样子被人家来 先手较僵了 然后先手把局先淘开 对 这样的双方形成了 居马炮队 居双马的对攻 红方呢 主要是兵种好 在一个多一个像 就多像 黑方呢 就显得有一点吃力 对 时间上呢 这个虚烧又比较紧 那么盲中出错呢 使自己的棋呢 是更加的这个被动 它是马自尽扒了 它跳马 红方 红方正好赶紧把局调过来防守 它这个又时间一紧 又慌了吧 直接就马八戟九 登边冰了 它可能应该先退个局 可能伤好一点 对 退局 它或许直接就把你这个冰灯掉 就可以 灯掉它马八戒六 马八戒六 我就把炮退回去 炮退第三 炮退第三 对 或者说我稳健点 就炮四退六回来 就退局可能更顽强一点吧 或者它退到巡河 嗯 退巡河 嗯 它可能也得把炮退回去 它总之这棋应该先退 可能这棋主要就是少个像 嗯 先退局的 就是说黑方呢 会更有耐心一点 对 这儿的战线会长一些 对 而先登这个呢 有一点草率了 对 它也 就是说变红方更快吧 就是能走出一些机会 这儿红方呢 就等于是先发这人了 嗯 黑方这个时候再退局 捉炮 对 捉炮的话 红方底线一僵 僵 是 这个马不能打 打它居平一僵 电炮 这就合了 对 就或者说红方报应了 红方这个时候在上帅 对 那个上帅走得很好 嗯 它这个棋呢 最主要是什么 黑方这个两个马呀 无法二马引权 对 你发现了吗 棋眼约呢 叫二马盘头必有一足 当然现在黑方有一个局 对 但是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就是说 嗯 这个两个马的位置 必须要配合得当 对 这个位置呢 它没有配合 它很 无奈的 跳这么一个马 对 然后红方呢 这一支是 你看 它这种是一支啊 是 一个是你没有将军了 再一个你这马腿也没了 对 就是说你这个马再倒回这 也不知道下部棋 还能出什么棋 还有就是红方 这二路鞠位置太好了 把这个 这个鞠是攻守兼备 对 断住了 红方在击退了 黑方的攻势以后呢 是 红方就可以放手进攻了 黑方这个棋呢 就不好守了 对 所以走到这呢 后来徐昌呢 走了几步棋 就把棋走出了 是 这棋确实不好守 嗯 因为它缺像 红方有 鞠二进二 还有登农足 对 它就冲了个中足 然后马六进七 红方再登 它准备马三 马七进五 它就补个试 你的鞠二进二 对 走个证呢 这个很无奈 向飞不起来 走到这儿 黑方就认输了 它如果落试 红方就可以再打僵 这还得 只能上 登农足也是 复杂 也是红方战友 最简单 红方就可以 特别打掉 你吃掉 我们就给大家 摆一个最简单的 马一登 下部棋呢 主要一僵 老这你就钻天了 因为我可以挂死你 对 你要防守 你试就丢了 这红方最简单的走法 多试有兵 这个棋 很简单 就可以确定这种盛势 对 那也十分感谢 大家今天的收看 这盘棋 最终的结果 就是红方取得了胜利 对 蒋川也是获得了 常规赛的胜利王 也祝贺蒋川 好 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大家再见